下面一题请准备 请出题 在好莱坞爱心情侣党 球力和小布 除了亲生孩子以外 他们更很有爱心的 领养许多小朋友 然而这样的行为 不仅只在于人类 其实有些动物 也会有领养的行为 请问 下列哪一种动物 会进行领养的行为 一 热带鱼 二 松鼠 三 青蛙 四 老虎 请作答 五 四 三 二 三 好 只有选二跟四 一没人选 一热带鱼没人选 二有两位 五一千 你选的松鼠会领养 因为我觉得 一跟三 热带鱼跟青蛙 是软生的 所以 软生的动物 对孩子的 的观念应该没那么好 就是 对自己的小孩 就不见得有胎生那么好了 更何况是对别人的小孩 那松鼠的话 我是觉得 老虎好像不会领养吧 就是 松鼠跟老虎里面 我觉得老虎比较不会 如果妈妈走了 那个爸爸就会变妈妈了 嗯 对不对 那他会不会领养别的小孩呢 好像比较 松鼠怎么去领养别的小孩 潘婷怡 我是 就是 二跟四在猜 然后 就是想说 老虎 的话 比较攻击性比较强 应该不会愿意去 就是 照顾别人的小孩 嗯 对 然后就想说 那可能是松鼠吧 嗯 大自然里面 老虎好像是那个 像狮子啊 诶 狮子不一样啦 狮子一定会先把 其他小孩先杀死哦 哦 是哦 如果 碰到 你的先生不在了 他要来当你的先生 他会把你小孩先吃掉 哦 是 所以你的基因是 可以传下去的 对他不太可能 他吃都来不及 他不可以领养别人的小孩 嗯 那老虎是不是属于这样的 不晓得 不晓得 我刚刚讲的是狮子哦 哦 马懿 呃 因为我之前学校有订那个 英文的杂志 然后里面有一篇就是在讲到说 动物的行为 然后我是没有看到老虎会进行领养的行为 可是我就是有看到其他 形状啊什么的 跟老虎比较像的 然后他就是会领养其他的动物 然后跟他自己完全不一样的 嗯 可是你现在选的是老虎啊 对所以我就想说跟他比较接近的 而且因为我们学校旁边 就是树上都会有松鼠 然后我看每次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 就没有看过 可是你也不知道那个小孩是不是他的啊 就是没有看过带小孩的 都是看过自己一个 然后就想说说说不定 长大之后也不需要人家领养 然后就自己可以活得很好 这种啊 这么细微的东西 一定是那些动物学家去观摩 注意的 青蛙 它能认得自己小孩吗 都长得一样哦 对 对不对 你叫什么名字 青蛙 啊你呢 我也叫青蛙 啊你咧 青蛙 我自己人啊 青蛙我觉得比较难 对 陈永豪 我觉得 比较高等的动物 才会进行领养的动作 所以老虎最高等 对我觉得 在四个选项里面 老虎应该算是比较聪明的动物 请公布正确其他 二 松鼠 吴玉轩 与潘婷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老虎是会为保有自己基因 而杀害其他同类 而根据奎尔夫大学 阿尔伯塔大学 及迈吉尔大学的研究 松鼠在部分情缝下 会领养亲戚的孤儿 来繁衍更多家族的记忆 请记忆以下叙述 一箱橘子 连箱子 共重六公斤 吃掉三分之一后 连箱子 还有四点二公斤 请问 根据以上叙述 箱子重量为 一 零点四公斤 二 零点五公斤 三 零点六公斤 四 零点八公斤 请作答 选择0.6的很多了 马逸选择的是0.5来请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算 然后有点乱掉了 所以其实这题就只能 靠感觉去滚 题目还记得吗 他说有一箱橘子 然后连箱子是六公斤 然后吃掉三分之一之后 剩下4.2公斤 然后问箱子多重 这跟陈永豪来 算给大家听 那个 吃掉三分之一后剩4.2公斤 所以三分之一的橘子的重量 是六减到4.2等于1.8 所以1.8再乘以3 就是三分之一乘以3 等于一箱橘子的重量 也就是5.4 那箱子共重六公斤 所以六减到5.4 等于0.6 请公布 正确解答 3 0.6 好 这一组其实都有分数 但是最低分是25号 只有一分 其他都两分以上 所以25号请到失败区 接下来进行第三组 紧接着 最后一组参赛者 三位男生 目前正就读大学 而两位女生 目前为高三生 呈现男大女小的女士 两位女将 是否能战胜男子军团的包围攻势 黄威力 黄威力你是 你怎么戴个耳机 黄威力 黄威力你为什么戴个手 音乐 音乐设 呃不是 我是按摩设 呃 你是按摩设的 对 那你戴个耳机在用哪 呃 嘿 哈啰 他就是很 他学了很多年 所以 他现在没有在现场 哦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看得到 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要确认我 帮他打到广告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非常受欢迎 是 所以你就对按摩有兴趣了 很有兴趣 因为可以 嗯 就是像 社长他如果考试没考好 他就帮我们老师按一按 然后内科就去过 最后有些 就 是这样过关了 诶诶诶诶我等一下可以帮你打个PASS 要不然来按摩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不是 参加按摩设 不是说只 如果能一天到晚让人家按 我也去参加了 你当然也要服务别人吧 没问题 所以你也会按吗 会会会 真的吗我不相信 真的 等一下 我觉得你应该按得不好 我们先不要影响他做打了 然后当他打完之后呢 如果确定过关 我们再来按一下 好 这是奖品 收好 好 你整个骨头都伸起来 对啊 最近 最近最近还没蛮痠的 对对对 然后头痛 你第一次听到大学还有按摩设的 对啊 好 那其他的呢 有没有其他的呢 您家如是什么社 科研社 科研喔 科学研究社 您是女中 台中女中 有做什么实验吗 有还蛮多实验的 有烧过房子吗 没有 没有 我们上次有个做实验 差点房子烧掉 对 沈哲佑 您是 云林科技大学 智工社 智工社 应该算是 智商俯乐中心的智工 对 你怎么这样有气无力是 怎么回事 紧张 紧张喔 你之前有发生过什么事吗 呃 国中的时候有发生车祸 被连结车 被什么 连结车 连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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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骨盆这边连过去 是骑摩托车摔下来的 呃 是被我阿公载 然后被A到 这样住院住多久 我住两个月又十天还三天 哦 对 你现在站得住吗 可以站得住 站不住没关系 我们叫小姐帮你扶一下 不用 我现在站得住啊 只是因为紧张脚一直在抖 哦 不要不要不要 没关系如果酸痛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摸 好 现在身体应该OK吧 OK OK 加油 好 请准备 请出题 请注意以下画面 位于爱尔兰 布拉尼古堡内 有一块巨石 称为巧岩石 它是每年 大约吸引40万游客的景点 但却被旅游网站 举办的民调里 被选出 是全球最脏的旅游景点 请问 爱尔兰巧岩石 被选为全球最脏旅游景点的原因是 一 许多鸽子的粪便 二 在此尿尿许愿 三 许多人亲吻过 四 处死刑的地方 请作答 五 四 三 四 一 三 一 这同学今天这次选的答案 就每一个都是选两个而已 嗯 没有是要重复的 许多人亲吻过 没有人选 亲吻过不会脏啊 也是会啊 每一个人都过去清 清石头欸 对啊 我清完然后你再清 然后他在全世界都去清 但是外表不会变那么脏吧 应该是说是他最 是最脏 就是 看起来像最脏 看起来或是就是最 刚照音拍起来就是很 脏脏的 对对对 但也不会因为尿尿就变灰灰的啊 会吗 那除此死刑的地方呢 大家会觉得 很多英明在那边 没人选这两个 所以有人选许多鸽子的粪便 来 沈泽佑 因为鸽子很喜欢在高处地方大便 所以有可能会在那边大便 嗯 对 那就因为讲的就是全世界最脏的 对 所以我就选这个 那你还讲很多海边啊 什么彩燕窝的地方有没有 嗯 对 那更多真的 燕子的大便更多 对 好 他觉得鸽子的粪便很脏 宋怡萱呢 瓜哥好 你好你好 我觉得就是澳洲有很多鸽子啊什么之类的 就觉得可能 因为分辨很多 所以就觉得还没很脏吧 鸽子的分辨脏 来 黄威蒂 我觉得有很多景点他们都有鸽子 就是 呃 所以 他既然特别被提出来 就可能 他要再特殊一点 然后 呃 所以感觉 尿尿比较脏 嗯 嗯 你有去过这个地方吗 我有去过爱尔兰 但这个地方没有去过 有听过 然后爱尔兰我看到地方都没有鸽子 那边很冷 还有很多冰雹 嗯 欸会去爱尔兰旅游 是什么什么 那边有互相按摩交流吗 哈哈 如果有的话蛮想去的 那这怎么会去爱尔兰 就是去年我在葡萄牙念书 所以欧洲的国家大部分都有去过 是 我们从天一看起来就好像很 很湿冷的地方 像风吹的那样 对 隐隐的啊 然后没有太多太阳 对 对啊 天气都很糟 但是 尿尿许愿 这是我没有听过 这个比较像 喔对 小尿神 尿尿 对对对对 通常是丢尿前臂啊 许愿前臂啊 好 请公共正确解答 3 许多人亲吻过 巧言时 它的由来是1314年 感激国王在战争时 兵力支援布拉尼城堡 而献出这座石头的一半 但后来被伊丽莎白一世 隐身夸奖某位伯爵 擅长交涉 而后人们 认为只要亲吻过这块石头 就会变得口齿伶俐